本节目由六种乳酸菌发酵的 小样小乳酸冠名播出 我是小样 梦想就该这样 我是主持人天心 节目开始赶快来关注一下 由我们宅莫船长领航的 东南卫视号的最新情况 今天主要是等水去修理船 我们在做船的整修 然后现在家边冲了一半 这边就没有水了 然后去买船上的配件 因为船有几个开关 包括我们需要维修的东西 然后去船的修理店去买配件去 我们是31号下午3点钟 离开压点 然后前往托尔区 东南卫视号承载着我们的期望 一直探索星辰大海 这份勇气实在令我们敬佩 所以赶快来进入 本期的小样小乳酸 航海日志 来了解一下这两天 在我们东南卫视号上 都有发生哪些故事呢 经过三天的航行 东南卫视号已经顺利利达希腊 此次从意大利西西里岛 上船随行的又一位特殊的船员 他称船长翟末为师傅 他们之间究竟是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我是在6月以前吧 就我参加那个市场队 在火轮上那个游行的 接约一个宅墨先生 因为我在海南呢 是正式拜宅墨先生为师傅 这是我宅住 是个人环球 航海家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东南卫视号自启航以来 一直不断有新的船员加入 无论是为了追随船长翟末 还是为了从左海思 我们都会接触每一个 为东南卫视号保驾护航的人 我们将继续关注和报道 东南卫视号的最新情况 暂别东南卫视号 接下来我们带各位深入了解的 就是曾经给我们东南卫视号 带来最好避风修整的 地中海心脏马尔塔 让我们把时光倒转 回到200万年前的冰河世纪 那个时候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和马尔塔呢 还是一整块 可以任意穿起的大陆 后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 冰盖消融 海平面上升 那么在这块大陆较浅的地方呢 就形成了一道 大概深度不到200米的海峡 就是这道浅浅的海峡 把这块大陆 硬生生的组合成了两个区域 一边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而另外一边就成了 历经沧海桑田 如今的独立国度 马尔塔 说起马尔塔 大多数人都会问一句 它在哪儿 其实这是一个位于地中海的欧洲岛国 面积只有316平方公里 但它却以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和独树一帜的海陆文化 成为了新海司的沿线国家 而现在我们就将在一个中国姑娘的带领下 走进这个在海洋文明史上 熠熠生辉的国度 我叫赵飞 我是来自重庆 那我到马尔塔已经17年了 很喜欢这里的天气 那这里的人也相当的友好 挺喜欢马尔塔的 也挺适应这里的生活的 赵飞是马尔塔一间中国服装公司的客户经理 也是当地的知名模特 同时还跟随马尔塔最有名的历史老师 文森扎米特学习马尔他的历史 历史它不仅仅是时间地理人物 那所以你要去了解它的话 肯定是了解它更深的更精彩的那些画面 马尔塔位置微妙 恰好卡在了地中海的中间 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上补给站 列强们想要控制地中海军事与贸易 就必须得到马尔塔 所以抵御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 是马尔塔最重要的功课之一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上巴拉克花园的礼炮台 曾经它用于马尔塔大围攻的战争 在我旁边的这些大炮 现在已经变成了礼炮 上巴拉克花园分为上下两层 上面是瞭望台 底下是炮台 这座炮台是欧洲著名战争 马尔塔之围的战场遗迹 这场战争发生在罗马教会军队 圣约翰骑士团与土耳其之间 是一场对马尔塔乃至地中海 制海前的激烈争夺 而在这场战争中 过剩的圣约翰骑士团 成为了马尔他的困治者 从而开启了马尔他最辉煌的文明时代 将往马尔他历史的老师告诉我 要了解马尔他海洋和教堂缺一不可 统治马尔他近两百多年的圣约翰骑士团 在马尔他岛上修立了三百多座教堂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圣约翰大教堂 圣约翰大教堂 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恢弘的教堂之一 它动工于1573年 最初是为了迁都而建 因为对于信奉天主教的骑士团而言 有教堂的地方才是家 一道入口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一块非常特别的瓷砖 那么事实上这块瓷砖也是某一个骑士的墓碑 这里讲到了这一位骑士的生平 圣约翰大教堂它存放了大概有四百具骑士的遗体 那么每一块瓷关下可能都有一具骑士的遗体在这里 因为圣约翰大教堂是天主教大教堂 而骑士团也是信奉天主教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教堂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大教堂由骑士团首领拉克西尔出自兴建 著名建筑师克萨尔设计 教堂顶部的壁画传说是意大利著名画师 马迪亚布雷迪所画 进入教堂你们可以看到这里金碧辉煌的装饰 你可以看到就在那个金色装饰的旁边 人物是会有阴影的 这是当时最早的三机手法 除了教堂里金碧辉煌的装饰 这里还存放着著名画家卡拉瓦潮的名画 那幅著名的圣约翰砍头图就在这个教堂里存放着了 这幅画是卡拉瓦桥唯一一幅明显在画件上留下签名的作品 也是圣约翰大教堂的至宝 在圣约翰大教堂 每一幅画作都动人心魄 每一处细节都巧夺天工 这里是马尔他文明与艺术的巅峰之作 是了解马尔他文化的最好去处 虽然已经来马尔他七年了 但每次走上街头 我还是会被这浓浓的中世纪氛围所感染 地中海和骑士 马尔他拥有欧洲最迷人的两个元素 这也是吸引我和千千万万游人来到这里的原因 那今天演播替我们请来的嘉宾呢 就是中海商会上海分会长曹语书 欢迎 大家好 刚才片子里的那个赵飞好像跟语书也认识 也是朋友是吗 对的 赵飞以前在马尔他跟我也是同事 我还蛮好奇的 就是一个年纪这么轻的姑娘 中国姑娘 为什么会对马尔他的历史这么感兴趣呢 因为其实说来马尔他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被很多的国家殖民过 从最早的斐尼基人 洛曼人 罗马人 法国人 到最后的英国人 所以马尔他他是很好的接纳和融合了多元素的文化 是三千年的这个历史 虽然说国度不大 但是呢 厚重 对不对 对 而且我也听说了这马尔他有三种国宝 就是阳光 海水和石头 我觉得阳光 海水我能够理解了 那请问石头为什么也会是他们的国宝呢 因为马尔他这个石头 其实他真的非同一般 他是一种特殊的石灰岩 刚刚从海里打捞出来的时候 它是灰白色 软软的 就算是我们用指甲划过也能刻下痕迹 所以被戏称为豆腐石头 那这种石头 它奇特之处就是在太阳下晾晒以后 它会就是变得变黄变硬 而且是越来越硬 这个时候呢 不要说切割 哪怕你用大锤子去砸 你也不能把它砸开 所以我觉得这样听来 马尔他真的是上帝的宠儿 让他拥有了这么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是的 那也因为这个豆腐石呢 使得很多人如果到达马尔他之后呢 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黄色的世界 那其实除了黄色之外呢 在马尔他还有另外一种颜色 可以说跟黄色非常完美的构成了 马尔他的主色调 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你快去看一下 身处地中海 除了给马尔他带来了繁荣与文明 还馈赠给他鬼谷神功的自然美景 这里没有传统岛国的椰林树影 也少有绵延海岸线的金色沙滩 但海岸线上微然而立的高大岩壁 和被天空与海洋层层浸染的蓝色风光 构成了马尔他独树一帜的美 也构成了马尔他引以为傲的旅游资源 吴多多来自北京 是杨帆走海斯选拔出的梦想观察员 今天他将在赵飞的带领下 来体验这个蔚蓝的马尔他 马尔他全境由五个岛屿组成 最大的岛是首都瓦莱塔所在的马尔他岛 其次就是戈佐岛 戈佐岛是一个宁静的岛屿 略带田园风景的他 拥有不少迷人的美景 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蓝窗 现在我们就到了沟洲著名的景点蓝窗 哦 那个就是著名的蓝窗 是啊 实际上它是由石不岩石头形成的 蓝窗高约100米 宽约20米 这个扑面而来的巨石镇 将对面蓝色的波涛 远处的岩壁和蔚蓝的天空 框在其中 显得格外动人心魄 中间这个石头被海水冲刷 还有风化垮塌了 它的那个厚度是在逐渐的变窄 因此 原来可以让游人攀爬走动的蓝窗顶部 现在也被禁止通行了 而马尔塔政府为了保护这个国宝级的美景 也在考虑是否要加固它 咱们看完了有角度的蓝窗 接下来我们去看有层子的蓝蟹湖 它在科米诺岛上 我们可以坐小船过去哦 蓝蟹湖坐落在哥佐岛和马尔塔岛之间的科米诺岛 科米诺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小岛 来往的几乎都是游人 从哥佐岛坐小船 大约二十分钟就能到达 多多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位于科米诺岛上的蓝蟹湖 它的特点是藤丛典地的蓝色 有浅入深 而且这里是最居盛民的浅水盛地哦 快点去感受一下吧 好啊 有人说蓝蟹湖容纳了世界上所有的蓝色 海水稍浅的地方是微微泛淫 如同少女天真的蓝 海水的深处是最浓厉醇厚的蓝 所以这里是马尔他水上运动和潜水的天堂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人来探访 离开蓝蟹湖 两人向最后一抹蓝色进发 这一次他们俩将要换成马尔他传统小船 现在我们就要去往马尔他著名的景点蓝洞 蓝洞位于马尔他岛的西南部 从外观有点像桂林的橡皮山 两边悬崖之间有一个水洞 洞内因为光线折射 会在海面上形成鲜亮的蓝色 听说在蓝洞里面有真菌岩 那么这个真菌岩是对身体相当的有力 非常据说的强行缓衰老 那么当时在骑士团统治时期呢 骑士团是不允许普通人进入蓝洞的 因为他们想把这个珍贵的补品留给自己使用 这个石洞上有很多橘色和绿色的 看起来像这种 这就是真菌岩 这就是当年骑士团的补品 这里的岩洞洞洞相连 而又盘根交错 只能靠着我们乘坐的这种小船 在中间穿梭 忽明忽暗的洞穴 深深浅浅的蓝色 让人流连忘返 今天我们体验的三个地方 在马尔他有一个统称叫做三蓝 作为新海斯的沿线国家 马尔他也希望趁着这个机遇 让更多中国人认识美丽的马尔他 相信有一天 在新海斯的带动下 马尔他将不再是一个 我们感到陌生的国度 而是一个让我们熟知的旅游圣地 刚才的片子 真的是让我觉得马尔他人太幸福了 站着这么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每天都像在度假 那所以我想对于观众而言 看完之后应该也会惊呼说 怎么以前会错过这么一个旅游圣地呢 因为马尔他 他是一个非常小的地中海岛国 那么在地图上你都很难找到他 从南到北开车其实也就45分钟的时间 他常常被戏称为意大利靴子国 在靴上掉下来的一颗毛钉 再加上中国现在到马尔他 还没有直航的航班 所以去那里旅游的中国游客比较少 我听说了很多的欧美的名人也会选择马尔他 作为他们这个度蜜月的地方是吗 对的 Angela Julie和男神Brad Pete 他们就选择马尔他作为他们的蜜月之导 11月马上要上映的新片 海岸情深也在那里进行拍摄 就是在这个地方应该每个人都能够找到 让自己舒服的方式 对不对 对的 但是我也听说了 就是马尔他那边好像没有空调啊 因为这次我们设计组的工作人员到那时候 发现晚上热到睡不着觉 可是找不着空调在哪里 是真的吗 是的 因为马尔他属于地中海时气候 一年分为夏冬两季 也不排除有时候冬天夜晚也会低到8度 或者夏天最热达到40度 商业嗅觉比较灵敏的 可以就是把握好这种极寒极冷的天气 批发一些什么空调啊风扇到马尔他去卖 应该会有不错的机会 好我们把这商机提供给各位这个观众了 大家看看能不能到马尔他去做生意 那其实听完这个语书介绍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说到旅行 大家应该对于出门吃这件事情一定会很看重 那今天呢我们的梦想观察员多多 就带各位一起来品尝一下马尔他的美食 蔚蓝的地中海除了让马尔他拥有诸多美景 也让生活在马尔他的人们 有机会享受到来自许多海洋的馈赠 在马尔他吃美食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来到了马尔他的我们当然也不能错过 每次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都会去想尝尝当地人喜欢吃什么 那么来到马尔他当然也不能例外 所以我特别早的就在网上查了一家 叫做坎尼尼的餐厅 这家餐厅在当地非常知名 他的地理位置特别好 对面就是阳光海滩 然后路上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帅哥美女 所以呢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海景吹海风 吃美食 这个是我们的餐厅经理 然后呢今天我们非常幸运能够请到他来给我们介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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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介绍我最名的食物 你的餐厅 当然 当然 今天我会介绍一些食物 这些食物是传统的 甚至是有名的名字 我们会展示你一位最好的食物 这些食物是在柏尼尼 啊 沙尼尼 是的 我们会介绍一些材料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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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哇 这是什么 在马尔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点餐习惯 就是当你点到鱼类的时候 服务员会直接端出今天的供应鱼种 让你眼见为食直接挑选 这个是四种马尔他这边比较出名的海鲜 然后呢 它可以是整一条也整一条做也行 或者是把这个肉吃出来 去做这个鱼排也可以 反正还有很多种做法 它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配不同的这个酱汁 好 好了 现在菜也有了 酒也有了 我要开吃了 先尝尝这个鱼鱼 这鱼鱼看着挺新鲜的 食材里面全都是肉 这个香肠里面的肉特别紧实 调料还是很特别的 我要尝尝这个传说中的兔子肉 然后配着这个经理推荐的这个红酒 会不会感觉鱼鱼不一样呢 红酒的味道其实挺重的 然后再配上这个兔肉跟这个面的这个味道 其实蛮相得益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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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真的真的很好 独一无二的风味 独一无二的水土 广阔的地中海带来丰富的海鲜 温暖干燥的气候带来美酒 在这里食物的味道清淡 料理简单 为的就是让人们领略来自地中海天然的气息 那羽叔呢在这个马尔他有待了七八年的时间 据我了解你曾经多次参与 接待这个我国多位领导人 到访这个马尔他的活动 有没有什么故事 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呢 说到故事就是 之前江泽民总书记 出访马尔他的时候 就曾经盛战过 马尔他的古石头建筑 他也对这个石头 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同时呢他提到 马尔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马尔他 为什么有这么多野猫呢 马尔他确实有很多的野猫 据我知道就是 前马尔他的移民局局长 他家里就收养了 上百只的流浪猫 他的局长夫人 更是自己亲自在家里 照顾这些小猫 所以马尔他人可以看出 他们是非常淺朴和有爱心的 这是一个双兰爱的小岛